关片完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开一个战场呢 因为中东局势不断升温 以色列用无人机轰炸了黎巴嫩军事基地 说是击毙了真主党的重要高阶指挥官 这使得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已经到了边缘 而美国华邮报道 美国非常担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他借着另开战线扩大跟黎巴嫩交战的方法 挽救自己的政治危机 以色列在加萨除了攻击民宅医院 所有的文化遗产和教堂 几乎都快被他们炸光了 他们轰炸希腊的政教教堂 17个避难在里面的百姓全死了 在美国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群动 无端的扩大 总统拜登到教堂演说 愤怒的示威者立刻对他大喊 立刻停火 中东紧张情势又升温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加剧 8号以色列以无人机攻击黎巴嫩的军事基地 击毙了真主党重要高阶指挥官塔维尔 塔维尔是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 主导攻击以色列行动 以色列近日对真主党加强空袭 多位将领丧身 以军参谋长表示 如果不能消灭真主党的精锐部队 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展开另一场战争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官员忧心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可能会将与黎巴嫩扩大战争 当成是个人政治生涯的救生圈 美国国防情报局则评估 以军出兵不会成功 因为作战范围扩大 军力将被稀释 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则呼吁各方要克制 布林肯已经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领袖会面 讨论推动以哈停火 以及维护鸿海安全 布林肯下一站前往以色列 他将与纳坦雅胡 讨论以色列下一阶段的战争策略 以色列进攻加萨进入第94天 近日以军带着记者到加萨中部地区 展示哈马斯的一个地下军火工厂 以色列摧毁民宅 医院和难民营声称是要剿灭藏匿的哈马斯 不过现在就连文化遗迹和教堂也不放过 希腊政教圣坡菲瑞斯教堂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以哈冲突爆发后 许多民众都躲进教堂避难 10月教堂被炮弹移为平地 共造成17人死亡 以色列变称是间接伤害 不是刻意针对教堂 同样历史悠久的加萨大清真寺 是居民生活和信仰中心 现在也被炸得只剩下关离塔 一座14世纪的公共浴场 也在一夕之间成了废墟 加萨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两万两千人 孩童就占了九千 巴勒斯坦官方公布的讯息显示 开战以来 每100位加萨居民就有一人丧生 加萨目前仅剩一家医院还能运作 国际医疗团队的医生 也在没有资源和设备的情况下 只能撤离 美国各地声援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越来越多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前往南卡罗来纳州一间教堂演说时 被台下示威民众打断他们对着拜登高喊立刻停火 同一天纽约市也有数十名示威者在通往纽泽西的桥梁和地下道出入口静坐 阻断交通 类似的场景也在欧洲各大城市上演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